不要战争 只要和平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画下心中的爱 搭配兔年 喜气洋洋 彩绘灯笼现场朝气蓬勃 一个个的灯笼 整线参与者对这次主题 爱与和平的巧思 我们集中是在今天 举办爱与和平灯笼彩绘比赛 那现场有一千多位小朋友 跟家长一起 每一个人的创意无穷 所以佛工会推动 这个智慧与创新 那我们也能够朝向 大家能够开发自己的潜能 那将心中的爱把它展现出来 那才会在灯笼上面 那能够一份的祝福 点亮自己的新灯 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基勇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仁寿理理长张富凯 也应邀共襄盛举 我觉得很改善就是 每一个人都用你们的心 来画一个展望 那就跟新一大师 手脚的变分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努力画出我们的希望 然后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爱的那一块照顾 很开心在2023年的元旦 能够陪同我们基勇市的 邱佛市长 力领我们基勇国光山 极乐市参加这 爱与和平灯笼的彩绘活动 那么透过彩绘灯笼 我们把爱与和平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能够让我们带动社会 更祥和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看美人将爱心 与对世界的祝福 融入彩绘灯笼中 颁奖典礼将在2月4号举行 欢迎大家到极乐寺赏灯 一起来展现内心的光明自在 让2023年的生活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